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出位在南港路三段的大型开发案 原本说都更回馈7000坪 竟然全部变成办公室 希望市府能够重新检讨分配 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内活动场所 位于桥下寒冬空间 噪音漏水状况严重 甚至被区公所认定危险建物 里长胡佳阳指出 国产水泥基地透过都市更新 由工业地转为特商用地 回馈了10层楼总共进7000坪给市府 市值超过100亿 但市府竟然连一坪都没有拿来 规划设宅或任何公益空间 连一个像样的里民活动中心都没有 7000坪全都给卫生局做新办公室 这块土地是透过都市更新 回馈给市府的 但是市府却不自己来做一个实施者 如果自己做实施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跟建商分 就像我们隔壁的小湾设宅一样 整片地整洞盖完就是纯设宅 不用分给人家 所以我们的市政府是选择了 一个最便宜行事的方式 来跟建商分 这个事实上是有独立之嫌的 那现在呢 我们的市府分回了 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但是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地方 跟各局处的沟通 就全部把7000坪送给卫生局 当作全新的豪华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那个卫生局豪华办公室的那个示意图 那我们迟疑的问题是说 卫生局现在不是没有办公室啊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 跟市长同一栋的市政大楼里面 那你究竟为什么需要 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 一坪都不愿意推让 推让出来做 任何的公益设施 包含是设宅也好 公佑公托也好 日照或是区民活动中心的 完全不愿意协商 理长表示 此案在103年的公办公厅会检报中 明明写北市府分回的土地 除了供卫生局做办公室外 还有预计规划 南港区健康活力园区 及中季旗照护区等 医疗卫生机关设施 更清楚写到 德工本府公营住宅使用 想不到如今 竟将7000坪 通通都给卫生局 立委高嘉瑜也表示 早在今年4月时 他就接获西新立 李明 陈晴 及里长反映此案 为此还特别召开协调会 当时与会的卫生局代表 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连一层楼的李明活动中心 一层楼的公佑公托 李明所最需要的 甚至长照 甚至我们南港健康的 一个乐活的中心 都不愿意给我们的民众 大家质疑的是 这样子的一栋大楼 应该要做公益 应该要回馈给公共使用 在当初督审 在当初讨论的时候 也承诺说 会来做公共发展的空间 现在是连一层楼都没有 甚至在当初的公厅会 只开过了一次 一次只有八个人来参加 这样的公厅会敷衍了事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 背后是有什么样官商勾结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监察院 必须要来调查 这一次这个回馈的案子呢 不仅让人觉得 怎么用最低空飞过 最低标准 这个40.5% 就直接让他通过 而且竟然 参与合建的照理说身为地主的 是否应该要分的比较多 可是呢 没有想到参与这个盖房子的 这个启造人竟然 分配的比例跟我们一般合建的 照理说建方要分配的比例比较少 明显不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重点是这个案子从同到尾 公厅会居然只开一次 只有八个人参加 然后就这样子通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在这边呼吁 就是这个市政府卫生局 不应该阿爸独享 这个七千坪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其实卫生局目前过去的这个时间上 其实是市府经过讨论之后 可以给卫生局 那卫生局目前的一个状态 是我们有一些照管中心 其实在府外的单位 他目前是在租用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其他单位 现在是借用其他机关在使用 所以过去的一个规划 就是这些府外的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 因应我们长期照顾 十年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还有一个强化我们心理卫生的 一个社会安全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未来在118年的部分 已经评估可以预期 已经会新增增加的一些员工数 已经会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多重的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已经评估在这个需求上 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府外单位 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好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这个 所在的基地是这个南港高中的国中部 那虽然目前呢是已经有这个三个给长辈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我们也考量说 因为未来这个附近都更的案子很多 会有这个不管是住户还是上班大楼 那只要是这个就是这个上班或是住家多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送长辈到日拖或者是这个拖婴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小湾社宅还有玉城国小 我们有小的公拖 那未来呢 因应这个会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评估说 如果这个都更会不会有机会争取的话 我们会来规划一个拖婴跟给长辈的日照 那目前就是说相关的需求 其实你早就会提出这种 我们都有提报市值的资产工区整合会议去做一个处理的 如果相关的有关设宅的空间 或者相关里内的有空地或者兴建的空间 我们都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就是看之后有没有处计在那边做协调 每一个适当中间做的 那这个区域我们的确也听估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就是市心里这边有机会有类似的基地开发的话 我们都会配合参见 所以他历经的这个保隆斌市长 还有富文哲市长一直到现在 那当初的讨论是 这个供电商的这个案子呢 他要回退40.5这个土地 那其中呢包括一些可建地公园 还有道路的用地 那可建地的这个用地 因为既然要捐赠给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土方的讨论的时候 就团点给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背景是在103年到104年的那个时间点 那至于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的开发它是有都市更新的 所以呢这个开发的模式是 国产实业回馈合建土地给市政府之后呢 我们跟国产实业一起来做这个都市更新 那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考量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国产实业一起来合建 然后来分层 也就是说盖这栋大楼的时候 这个所有新建大楼的这个营建成本 营造成本 还有甚至这个管销的成本 这些就是由国产实业来出这个资金 那这个资金的部分呢 我们是政府盖出来的东西 按照我们更新后的一些分配的这个全职呢 我们拿这个房地来做礼物 那至于这个如何的计算 这个成本如何计算 这个在都市更新的事业计划 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 这个所定的内容都有载名 那这个成本的提列 都是按照标准的提列成本来提列 那怎么样去做底部呢 这个也有估价师来估 我们盖出来新建成本的这个试价 然后来做这个底部 这个是在事业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有载名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市府呢 没有负担这个相关的新建成本 那用这个楼层去提供给国产实业 里长说今年六月里长有约会议 就有向蒋湾市长陈勤 市长当时表示会来了解 但如今给的回应却一样 阿尔巴士努还我胜来 阿尔巴士努还我胜来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2024总统大选将至 其中民众党与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 国籍问题引发了关注 内政部长表示 经过查核三组六位正副总统候选人 都没有国籍不服的问题 针对中选会公布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审议结果 内政部长刘昌受访时补充表示 经内政部查核三组六位候选人 包括遭质疑的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 及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都没有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也已将结果含附中选会 三组候选人都符合内政部职长的相关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中选会已经就三组六位候选人的一个资格 进行初步的一个审议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再次的含寻内政部 那经我们查询的一个结果 三组六位候选人 从来都没有回复跟上市国籍的相关的一个记录 所以是确认是中华民国国民 至于外界关心肖美琴父亲肖清芬的国籍问题 牛昌表示 经内政部查证肖清芬 从没有任何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至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国民 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 肖美琴也跟大家一样 一出生就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肖美琴的一个父亲 他在之前也从来没有任何的 这个上市跟回复国籍的记录 所以他至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所以肖美琴跟你跟我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他在出生的时候 就是中华民国籍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对心智障碍者来说 绘画是一种艺术辅 第一社福基金会在台北市议会一楼 文化艺朗举办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希望透过画作跟大众交流 用艺术表现同心宝贝 丰富的情感世界 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 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 让人看见心智障碍者 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福基金会大力推动 艺术辅僚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 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 他的鼻子很长 鼻子很长 然后他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 所以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啊 那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你觉得画画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好玩 哪里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福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具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 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老师 那美术老师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 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 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就是因为 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 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寮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有一些动作 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辅聊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 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 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 他不只是在从原本早疗 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所以就比较咒咬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在就业 可能更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反正自己也都有相同一批 我记得我 就工厂的股份 所以呢 事实上第一岁维基会 是做的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一郎展出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同心宝贝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连锁炸鸡店业者首度台日同步 推出限量的圣诞巨大桶 由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还有期间限定上市的炸鸡与蛋塔 搭配限定的圣诞瓷盘 与美味小点心 散发浓浓的圣诞氛围 情侣甜蜜的互相喂食 一口炸鸡一口蛋塔 享受圣诞美食 圣诞节是家人情侣欢聚的日子 连锁炸鸡业者首度台日同步 推出限量圣诞巨大桶 有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还有两款台湾独家口味的 蜂糖香蒜炸鸡 以及金灿盐之花可可蛋塔 搭配限定圣诞瓷盘 与美味小点心 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 我刚才吃了蛋塔 它上面是巧克力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很甜 所以我不敢就是太大口咬 但其实后来吃到那个巧克力 跟蛋塔的结合 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没有到 没有到死甜 就是巧克力的香味 然后跟微甜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炸鸡蛮令人惊艳的 它有一点像是蒜香炸鸡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封糖的香气 所以其实它在吃的时候 蒜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再带一点封糖香气的感觉 肉的话就是嫩嫩的 不多说就是嫩嫩的炸鸡很好吃 其实它这一次的种类比较多 所以有点就是可以像是一次满足 各个人的口味 我会建议就是多个朋友 跟家人一起吃 不然如果跟男朋友吃 两个人吃真的有点太多了 一定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蜂糖香脆炸鸡很好吃 因为它吃起来口感的话 其实很香酥脆之外 它的肉质一样是很嫩的 而且重点是它不一样 一开始吃有蜂糖的香气 还有香酸的味道 所以它这样是搭起来 很特别耶 蹦出新的滋味 我觉得很适合 就圣诞节聚餐 跟女朋友一起来的话 我觉得非常适合 而且可以你一口味 一口味一味的 还蛮浪漫的耶 限量一万组的圣诞巨大桶 除了搭配甜蜜蜜的 圣诞节限定口味 还特别做成成价设计 用充满惊喜与仪式感的方式 享受美食 为圣诞节欢聚时刻增添幸福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推广校型的观念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在中山区11所国小 举办校型楷模征选 并在各校招会中颁奖表扬 大职国小六年级小朋友 陈谦宇 杜逸得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 及委员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两位同学也在台上分享 他们如何在生活中 以行动体现孝顺精神 像是让父母放心以及陪长辈聊天散步 校方也透过在招会中表扬 让他们的孝顺精神 成为学校小朋友的学习表率 如果要说我如何孝顺父母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做到像24校那样的孝顺 不过主任有提醒我 所谓的孝顺是让父母 不是让父母开心 而是让他们放心 所以在这里我想我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是我去哪里都会报备 像是去公园去学校或是去朋友家玩 第二点是妈妈跟我约定好 绝对不能出口成脏 脏化的脏 第三点是从中半开始 妈妈就教导我 身体法福受之父母 不甘回伤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伤害自己 也不应该伤害他人 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我都会跟妈妈分享 然后她就会看我就是做的好不好 或是说有没有可以改善的 我们每次回南投 然后就是探望阿祖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聊天 陪他们去散步 然后跟他们谈一些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 然后也会被他们出附件 然后推轮椅 然后还有每次我爸爸出差的时候呢 我会负责照顾弟弟 还有帮妈妈买晚餐 然后帮妈妈按摩 让妈妈不要那么担心 还有我会主动完成自己的课业 不让妈妈担心我在学校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对家人的支持和回报 妈妈平常就是会一直照顾我们 然后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 他们他们很忙 所以我们我觉得可以先 可以给他们一些回报 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百善孝为先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在生活中去做实践 所以平时我们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大概会透过老师的提点 小朋友之间相互的提醒 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去提醒孩子 其实学会这个知识 是要应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大概会提醒他们 很简单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跟爸妈到早安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接着出门远行 一定要跟父母报告 最后回到家也要请安 然后随时能够帮助在家里 做一点点小的家事 然后从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低年级 指导他们擦桌椅 扫扫地 到中高年级 自己能够分丢解牢 那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中国一个 非常传统的好的德性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知识的引导 或者提点 然后最后孩子能够真正的 在他的生活中去做实践 百善校为先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112年4月起办理 校型砍模表扬征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 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校型事迹 让校道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所有中山区民俗委员会的委员 大家都一致认同 支持我们办校型砍 这个颁奖 因为我们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在推动我们所有民俗活动 所以说我们在颁奖校型砍 希望说在深耕我们中山区洗手国小 能够从国小基础这样子一个 让他们深耕 让他们知道说孝顺的重要 因为这个能够同学 他如果可以孝顺 他对我们整个家庭整个社会 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又温馨 爸爸妈妈也可以说非常的 这样子一个 觉得说非常的放心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 展现慈效行动 培养孝顺美德 让孝行观念从小扎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近三个月期间 测查全国53家槟榔摊是否贩售槟 给未满18岁的消费者 结果有30家不符合超过半数的业者违规 满街的槟榔摊 以及五颜六色的招牌美女图 对于青少年和成年民众具有吸引力 但槟榔含有多种会致癌的物质 危害身体健康 尤其消费会日前到全台53家槟榔摊 彻查是否贩售槟给未满18岁 穿着校服的学生 发现违规贩售的业者竟然有56.6% 那这53家里面呢 有23家呢 是没有违规的这种情形 那有30家呢 是有贩卖啦 我们看起来应该是 等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照片里面 那这个用眼睛遮起来 它看起来就像学生 那看起来呢 就是为满18岁的这样一个青年人 年轻人或是青少年 那他们呢 也去槟榔汤买槟 那但是呢 就这一个贩卖者来讲呢 并没有做任何的查证 甚至穿学生衣服哦 都照卖啊 连穿学生衣服 看起来就是学生了 那未满18岁还是一样照卖 那这部分呢 大概有30家的槟榔汤呢 是有这样违规的这种现象 所以呢 这高达超过5成的呢 这个槟榔汤呢 是违规的违法的 贩卖槟榔给未满14岁的这些 我们的青少年哦 那因为我们知道 他对身体的一个危害 而且呢 越早来吃槟榔啊 那 越有可能来成瘾的哦 所以这个看起来呢 问题是蛮重的 蛮重的 蛮重的 那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我们脚石 台湾的这个脚石 槟榔的这个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斜率呢 那事实上是大幅增加 那这几年哦 在2000年之后哦 开始有微幅的这个下降 那变成是一个 普通的这个现象 但是让人觉得非常 也是汗颜的 就是说我们的口腔癌的这个 致死率 刚好跟槟榔的脚石率 是形成一个 一致的一个 斜率上升的这个 现象 那甚至是说 那如果仔细来看的话 男性跟女性 这个蓝色或绿色 这个绿色是男性的 这个死亡率 那蓝色是男性的这个 这个发生率 那女性她 不管发生率 或死亡率 基本上是一样 因为女性同胞 比较少去 礁石檳榔 那在台湾 因为我们的男性同胞 也有可能是因为 檳榔辣妹西施 在街头上很多 所以都很多 礁石檳榔 所以特别容易 它很小 就养成 礁石檳榔的习惯 那有时候 跟朋友在一起 保诺或什么 递个檳榔 那就 然后 久而久之 平均起来是 差不多20年之后 就会 产生口腔癌的 治癌的风险 那这一个 我们台湾的 男性前五名的 癌症发生率 及死亡率 口腔癌 在男性口腔癌 一直都是居高不下 大概都是第四名 但是更让人 触目惊心的事情 是说 我们在一个 青壮年的 25岁到 44岁的 这一个 族群里面 那他的癌症 致死率最高的 死亡率最高的 事实上 竟然是口腔癌 所以他25岁到44岁 是什么概念呢 这概念 刚好是一个家庭里面 最中间的 生产率最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如果得到 一个口腔癌 大家可以想象 对这个家庭 甚至对社会 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他如果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得口腔癌 就可以想象说 他倒退20年 可能很小的时候 就养成嚼槟榔的习惯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今天我们 这个 校集会要特别提出来的 就是说 特别针对18岁以下的 这个应该要特别注意 校集会指出 目前没有专法管理槟榔 台湾每年约8000人 罹患口腔癌 主因就是槟榔的泛滥使用 呼吁政府应当加强裂管 檳榔的生产 销售 教育及广告层面 我们去检视一下 有关檳榔的这个规定 我们发现 唯一规定的只有在 儿少权益法的规定 它有规定一个是说 不可以提供供应 这个交付这个檳榔 给未成年的 也就是18岁以下的 儿童跟少年 那违反的部分呢 根据同法的第91条规定 就是法1万到10万 这相较我们刚提到的 有关这个 烟害的这个管制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的轻 而且重点是 在这一块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罚则以外 其他的包括 槟榔要怎么样的去管制 怎么样让民众去知道 他的一些健康上面的一些 危害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规定 其实都没有的 我们知道真的槟榔这块 是完全没有 只有在儿少权益的这个部分 保障法有规定 那我们也去 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刚刚有抽样去调查说 到底 有没有 明明就是 未成年人 你还供应烟瓶给 给他 这我们调查的县市里面 就新竹市等 四个县市它是符合规定的 至少我们抽样的部分 是符合规定的 那云林县 大概有六个县市 是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规定 就每个都不查的 那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县市 大概就是有的有 有的有查 有的冰榔他没查 大概我们查的是这样 也就是说 其实在各个县市的 这个贩售 这个冰榔的 这样子的一个商家来讲 他们对于说 不可以贩卖 烟品给这个 对不起 贩卖冰榔给这个 未成年人这一块 其实他们并没有落实 他们应该有的这个 企业的一个责任 大部分都没有落实 那 针对这个 到底冰榔该怎么管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发现 政府其实长期来 他不会去鼓励 但是他也不禁止 所以这一块就变成是说 就是有点 我觉得是一个 自生自灭的感觉了 反正就是 各个商家 尽他的能力去 吸引这个消费者他去买 然后政府也不会去管 这儿少那个 刚刚讲的规定其他没有 不像香烟 可能还要加警示 警示雨 告诉你他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在这个冰榔这块是没有的 那针对这个部分 有可不可以用食安法来管他 也不行 因为冰榔 卫福部认为他不是食品 所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也管不到他 那长期以来一直 我们一直提议 是不是可以 针对冰榔部分 像烟害一样 去定立一个专法 其实没有进度 那之前监察院 其实针对冰榔的管理部分 也认为行政院 并没有积极地去管 所以他有这个部分 他曾经有提过纠正案 认为行政院 应该积极地去正视 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法 但是从2021年纠正到现在 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看到有 针对这一块的法规 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这个进展 所以目前我们 针对冰榔的防治部分 真的是 进度非常的落后 其实也甚至是完全 的是没有进度 早在2003年 冰榔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总数 证实为第一级人类致癌物 若能预防剩余治疗 从贩售端严格执行 也许就可避免许多青少年 及成年人嚼食冰榔的可能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2023台北市主委杯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 在台北市龙山国中热闹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幼儿 国小国中及高中组的选手 近1400人次不明参加 展现平日的训练成果 龙山国中跆拳道队 充满力与美的精彩演出 博得现场热烈掌声 也为比赛揭开序幕 2023台北市主委杯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盛大举办 今年比赛虽然遇上 台北市多所学校校庆典礼 但报名人数与去年相较不减反增 现场除了有令人振奋的 竞技对打项目外 还有讲求精气神合一的品势项目 相当具有看头 我们今年总共参加队伍有80几个单位 那总人数有到达1300多位 那这次的主要的特色 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台北市台湾道委员会 在台北市的生根 就在基层的方面做一个生根 我们这两年的半比赛 我们都针对大众的比赛 让小朋友都来过来参与 台湾道的竞技 然后透过这个竞技的运动 才认识更多的朋友 来增进他们的学习 那这次的比赛 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很多的小礼品 有台湾道的包包 有台湾道的吊饰 那也来鼓励孩子 积极来参与比赛 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都一起出来运动 因为我们台湾道项目 除了队链之外 我们现在还有品质的部分 那品质的部分 现在也有进入到亚运的项目 那其实品质对台湾道的选手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的锻炼 那其实我们今年的 特别也有邀请龙山国中 那是我们台北市国中端 这边非常优秀的学校 那也特别请他们来参与比赛 也来做表演 那他们表演当中也去展示 也让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去看 那知道说平时的 一流的水准 这个阶段 好的选手的表现 那怎么打 那也来增进他们的一些 对比赛的经验 跟对选手的认识 我们这次比赛的小朋友 他们获奖了以后 其实我们在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还针对台北市的选拔 那我们委员会都特别 还有颁发奖励金 或是一个补助 或是一个奖金的部分给他们 那对他们的一些支持上面 我们也会特别有一些 特别优秀选手 我们也会特别有一些 专案的部分 来对他们有些帮助 那其实我们不光是选手的部分 我们还针对教练的研习 以及教练的奖励四处 我们也会订定一些方法 来实际鼓励教练 跟培养教练 比赛第一天为品试赛 选手们都努力完成 跆拳道基本动作的防御 和攻击技巧 展现他们平日的训练成果 而学习跆拳道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更可以锻炼出孩子们 稳重自信的性格 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及独立性 他有没有信心 要 他想拿第一名 第一名 其实他学跆拳道 不是我要求他的 是他自己要来学 那他跟我讲了快半年了 我才有去网络上找跆拳道 然后有找到离我们家很近的 昙花跆拳道 但他去第一次试学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喜欢 所以才让他继续学跆拳道 其实他改变很大 就是他 其实他是一个蛮内向 然后比较害羞的孩子 那他学了之后 特别是他有参加过第一次比赛 拿金牌之后 他的自信心就回来了 幼稚园的老师也特别跟我讲说 他变化很大 然后就变得会主动找人讲话 然后找人玩 这样子 那学弹拳道 学弹拳道 辛不辛苦啊 你有没有 不辛苦 你觉得 好玩吗 好玩 他之前在香港学的时候 其实是他的那个教练是韩国人 然后那个时候他开始喜欢 是因为语言 他觉得很好玩 然后觉得 诶 怎么会有喊口令 然后做动作 从这样开始 他就 后来就变成是 因为他是幼儿班 所以他们比较注重体能 会啊 会担心他受伤 就是妈妈的心态一定会担心 所以他每一堂课我都会去 都会看着他 然后 但是他很勇敢 参加过 2022亚洲锦标赛 然后男子团体第三名 那这一次表演 那有什么感觉 这次参加这个开幕表演 很开心可以 帮这个比 这个比赛开幕 然后 希望这个比赛 可以 顺顺利利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看到现场这么多人 哪里感觉 我的感觉 很兴奋 然后很期待 想要把 这 这几天下来 拍表演 最好的成果 展现给大家 主办单位 希望透过举办竞赛 提升运动风气 也让选手 透过参与比赛 在培养自信 纪律及健康生活方式 并推广传承跆拳道 让台湾跆拳道 能够在国际体坛上 继续发光发热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内政部举办112年 下半年替代艺基优单位 以及艺南表扬大会 肯定64位优秀的替代艺南 及9个替代艺基优服勤单位 期许他们在民众需要的地方服务 共同为国家的安全来尽力 在台北农民总医院急诊室 服勤的社会医艺南曾俊宁 时常主动关怀行动不便的农民 协助他们用餐 乳策及更换尿布等 热忱的服务态度值得赞扬 另外在消防局服役的刘燕廷 擅用外语专长协助搬译 也运送救灾装备给消防同仁 擔任最坚强的后盾 还有许多的替代艺南 优秀事迹值得表扬 内政部举办替代艺基优单位 及艺南表扬大会 肯定他们的奉献 那我的服务内容是 在急诊室帮助农民备备 然后他们平常的日常所需 像是扶他们去上厕所 或者是协助他们上下床做轮椅 然后办理他们的出院或者是住院 或者是转院 因为我们的消防局单位 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宾来参访 那他们来的时候 就会帮忙做一些英文的翻译 跟其他的支援 比较特别的经验是 有一次有一群英国的车祸救助教官 来台湾做一些训练 然后那时候不仅是 在飞机车厂里面 帮他们做口依 然后也实际进去了车子 来扮演伤患 然后就是真的被消防人拖出来 那段经历真的蛮有趣跟难忘 民国89年起实施的替代艺制度 提供多元服役选择 让服役成为学习成长的重要契机 也帮助拓展人生阅历 一场经验 在听难医的过程中 你可以学到 你有本身学会的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理所不会的 然后把它学习到之后 那就是你拥有的 未来的一个技能 那在服役单位中 其实很多艺难 我刚才只是举两个 还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士忌 都是不胜美局 那也更多的听难 他在包括医疗、社府、消防、文化、外交等等不同的勤务单位上 都是默默的耕耘 那在用他服务跟奉献为自己 服役生活中写下最美的篇章 我相信这个最后 都是在你们 回忆这段替代艺难的过程中 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那这一次的获奖的基优单位跟艺难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这边我也期盼各个机关 能够继续提供良善的服务环境 让艺难人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也希望所有的艺难 能够继续发挥热情 给需要的人传送温情 我们都知道 未来因应我们全民国防的一个兵役结构调整 我们内政部 除了在替代艺难的基础训练期间 也包括实施初级的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程 就是EMT1 那另外也培育替代艺难 在紧急救护能力之外 今年开始我们也增加 包括打法训练设计跟民防课程 艺难是国家重要且宝贵的人力资源 替代艺难训练期间 除了实施初级救护技术课程 今年也增加民防课程 强化艺难成为灾害防救 及动员辅助的力量 在服务学习中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闭嘴 及非法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容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串联山海城景观的基隆塔 及深具神秘色彩的信尔防空洞 即日起到12月10号免费开放市营运 市营运的第一天就吸引了不少民众 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基隆 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市营运开放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民众来体验 到上面欣赏风景 还有老师带着幼儿园小朋友来户外教学 来小朋友慢慢往前 在这里慢慢的看 好漂亮的风景 因为我们的幼稚园在旁边 那我们的落地窗看起来 就是看到上面都有人 那小朋友就觉得说 上面有人基隆塔有人 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出来看看 怎么上面有人呢 那平常我们来这边玩的时候 它是没有开放的 所以今天难得有开放 所以想说带他们来探险一下 感觉啊视野很好 现在外地的很多来基隆观光啊 所以他们也想有一个新的地标 他也想要来尝试看看 我们自己本地的人都要来尝试啊 更何况外现市啊 因为刚好要去吃饭 刚好看到有这个讯息 就跑过来看一下 你是基隆人还是外地人 外地人 台北来的吗 台北来的 以前的话不是从下面走很多街机上去 你就是要从神力医院旁边走斜坡上去 那也是都是很遥远啊 现在很快啊 你就免都免走路上去一下子而已啊 这个电梯然后就上来就感觉 来这边是很方便的 不然以前走公园都是 都是需要从走外面的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 有这样的话带给我们很多方便 基隆塔从施工到现在 还有从院舍完到现在 总算我们正式开始来 从今天开始要做市营运的 那我们市营运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那这个是讲竹塔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市楼有一个空书 市楼有一个远见人文阅读空间的一个策展 那现在因为正在布展当中 所以市营运期间暂时不开放 周遭往外看出去 除了说对面的中正公园以外 还有我们中原记的竹谷坛之外 从这里往这四周看过去的 基隆港这个整个看出去的 这事也是相当的好 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让民众很方便的就可以到达 竹谷坛和中正公园一带 从高空欣赏城市风光 也将成为邮轮观光客的热门景点 第一次到此参观的民众 也分享观察与建议 期待基隆塔未来增加更多特色 这个景观是不错 但是就发觉上来就看到很多铁皮屋 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 政府花了这么多钱 但是这个铁皮屋来讲 是不是上面给它弄一点颜色 弄个颜色七彩八色这样子 因为我们去青岛看到的 那个屋顶都是红色 然后印着海面就非常的漂亮 这是唯一的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那个空间有点小吧 如果说有那种团体来的话 如果是那个自己自由行的可能还好 如果跟团体可能不太适合 因为电地有点小 你想要吸引很多人 可能需要比较大型一点的 就是在竹谷坛的周边 因为那个地方前面 应该位置还蛮大的 其实你应该适合在那个周边办 其实你要吸引人上来 就是有活动才会上来 甚至连那个市集也可以啊 对不对 对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活动的话 就是比较会没有动力 基隆市文化局说 即日起到12月10号 基隆塔和有着神秘色彩的信二防空洞 都免费开放市营运 12月16号下午2点 基隆塔全区就正式开幕 为基隆的观光旅游 再添一大亮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12月23号将在基隆市立体育馆举办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观赏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召开记者会宣布 当天晚上将同步开放第二现场 让民众在国门广场 透过大一幕全程转播 体验演唱会的气氛 为了让更多人能一起欣赏 12月23号的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召开记者会宣布 当天晚上将在国门广场 加开第二现场 透过漫游者基地的弧形LED电视墙 进行全程转播 我们在23号那一天的活动 我们除了有体育场的 这个精彩的演唱会的演出之外 我们市府也为特别喜欢 户外活动的朋友们 在国门广场加开第二现场 在智威的这个LED的 这个曲面的墙面上面 我们会进行影音的串流 所以说市民朋友 是可以在国门广场这边 来享受到最及时的影像资讯 同时我们为了也让这个活动 办得更加的热络 我们也会在国门广场周边 也会安排一些市集 一些摊商 那也希望说可以邀请一些 餐饮的一些摊商 可以一起来在这边摆摊 而演唱会的500张意卖票 要如何领取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也进行说明 就是在12月7号上午11点钟 欢迎想要购买意卖票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透过邮政划播 这是他的这个账号 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账号 透过划播的方式 给这个伊甸基金会 那记得这个上面的备注很重要 一定要是基隆年终演唱会 好 那捐款的这个金额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一定要是1200元的倍数 如果说你要领一张 就是1200 如果说要两张 2400 三张 3600 四张 4800 一个人最多最多 就是领到四张 就不会再多了 这样子 好 好 当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这个画波了之后 请你将画波的单据 把它拍照起来 拍照起来之后 回传到我们的云端表单 那这个云端的表单 我们也会在7号上午11点钟的时候 公布在我们魅力基隆的脸书 好 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可以 已经完成画波动作的话 你可以在那边去去进行这个填表单的动作 好 经过市府还有伊甸基金会的查证 我们确认你有这个捐款适时之后 我们市府就会回寄意卖票给购票的民众 一人购票以四张为限 那500张就是发完就是就没了 那我们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会依照填写表单的时间跟顺序 来确认500张的资格 在市府的努力筹备下 除了锁票到市立体育馆观赏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之外 也可以到国门广场第二现场 透过大荧幕欣赏 还有魅力基隆YouTube 魅力基隆脸书和市府相关脸书平台都会同步分享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日 社会处为身心障碍的朋友及照顾者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不同以往的舞动不凡声障派对 落实CRPD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在IMDJ帅哥美女DJ操弹动感音乐下 戴着发光潮帽拿着光棒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天使造型的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新 和市议员张耿辉以及郭美秀 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和照顾者们 一起在台上热舞忘情摇摆 全力释放自己 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特别在基隆长龙彭源会馆 为身心障碍朋友以及照顾者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不同以往的舞动不凡声障派对 将三楼宴会厅变成一个大舞池 在这里面只有开心跳舞的人 没有所谓身心障碍者或是正常人之分 落实CRPD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所宣扬的公平参与机会平等权益保障 三大理念而行程非常忙碌的市长谢国良 无论如何都要特地赶回来基隆 和身心障碍朋友们一起热舞忘情摇摆 用行动宣示力挺大家 刚好参加一个行程 当然连忙的赶回来基隆参加这个舞会 大家觉得这个舞会好玩吗 好玩 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也很温馨还有我们伊甸的连结 那这个舞会我觉得很棒 那玉兴也投入了 玉兴和会中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筹备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很好很开心 小爱爸爸也谢谢大家今天共同的来参与这个舞会 我自己难得可以这样打扮 看起来蛮开心的 下次应该叫我的女儿小爱一起过来跟大家一起玩 好那我就祝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 而在舞会开始之前 也先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 以及副处长盛会中颁奖给在各行各业 表现优异的身心障碍朋友 照顾者以及社会处社工等人员 也获得市议员何淑萍 联恩典张耿辉郭美秀 吕美玲和张浩瀚以及前议员王显芝等 跨党派议员亲自参与这项盛会 合影留念共襄盛举 一起热舞摇摆 中间来到头发 等一下 跟大家说 我们身心障碍最重要 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我们最核心的专业是什么 就是障碍本身 我们每一个团体 对于障碍都有深刻的体会跟理解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障碍 都是成为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资产和力量 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一起投了 然后也把我们的障碍 我们的需要表达出来 让整个社会可以更加的进步 这是我们今天共融共聚在一起 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但也祝福大家在身心障碍者日 玩得愉快 敬请享受今天的音乐 美食还有好朋友美好的时光 祝大家能够忘掉一切的环绕 忘掉一切的部分 然后在这里把这个派对 进行的表达出来 你的热情 随后市长谢国良专程赶回来 更带动另外一波高潮 不仅和身心障碍朋友们热舞摇摆 也受到热情欢迎 被要求合照 整场声帐派对充满热情 青春更洋溢身心障碍朋友 和照顾者们的欢笑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一年一度的 GEO Bay Scratch游戏趣味赛 在体育馆盛大举行 多达180位选手热情参与 期待未来孩子们都能带着 运算的思维核心素养 应用在其他领域 这不是球赛也不是电动竞赛 而是Scratch游戏趣竞赛 180位各校好手 在时间内要完成程式设计 依组别与队友共同创作 引人路上的故事情节 或者是有趣的游戏流程 虽然这次困难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的 素养题考验学生解题 要有想象力及逻辑思考的能力 教育处持续推广Scratch程式竞赛 比赛连拌12年参赛队伍越来越踊跃 我们基督配竞赛今年已经步入了第12年 然后每年我参加队伍都越来越多 今年是进百队的队伍来前大比赛 所以这部分的比赛 其实对学生的运算思维能力的培养 跟团队运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孩子 他们很努力的去把他们平常在资讯课 学习到的一些智能 然后把它发挥出来 那我们有动画组跟游戏组 那我们也会选出金融市的代表 去参加全国赛 那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 学生在学习Scratch的时候 他们能够对逻辑的思考是比较清楚的 在相符相成底下 学生就可以把他之前所要的一些理想 或者是一些想要的画面呈现出来 那学生会觉得很有趣 透过竞赛让学生多元应用 运算思维及资讯能力 同时也体会到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未来都能够带着运算思维的核心素养 应用在其他领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2023海洋教育推手奖颁奖典礼 全国各地的海洋教育者 齐聚海科馆 场面相当热烈 基隆市夺得了地方政府奖 迈入第五届的海洋教育推手奖 今年在海科馆举行颁奖典礼 教育部潘文中部长 亲自颁奖给共计四类 16个奖项的获奖者 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海洋教育的基隆市政府 获得特优地方政府奖 整合各界的资源 倍增海洋教育的推动量能 很高兴今年我们基隆市能够获得海洋推手奖 地方政府的一个奖项 我想我们这是团体的荣誉 不是只有基隆市政府 包含我们的学校 以及非常多的老师们 也都一起投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努力 那我相信我们透过这个奖项的肯定 我们会更把更多的好的海洋的课程 以及相关的理念都带到我们的校园 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基隆体验海洋 肯定海洋教育推手们的卓越贡献 也期望借由典分的层层 创新与扩散 倍增海洋教育的推动能量 有这么多的伙伴在默默的各个角落 能够让孩子来了解认识海洋 到应用到接近 甚至到更珍惜相关的 这些跟海洋有关的这些议题 能够让我们跟民间 跟企业 跟政府机关 还有不同教育的 这个第一线的推手 共同牺手努力 共同分享这个推动的过程 传承优良的海洋教育 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牺手民间 挤注更多的海洋教育资源 一起在海洋教育这条路上前进 跟上永续海洋的时代浪潮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